10月16号又要调涨店价 不过在这一次 民生用电是动涨的 不过产业的部分是调涨12.5% 我们要请教廷浩 哪一个产业可能会受到 比较大的冲击 如果我们从这一次 在工业用电的上涨 因为它不涉及民间 所以大部分人其实不受影响 但是工业用电 它会不会使得到时候 在工业产品的报价转价 就是第一个观察重点 第二个这个转价 会不会进而引导了民间内部 有进一步物价上行推行的空间 我们举例来说 这一波你像是用电量极高的 像半导体 资料中心 基本上调升幅度就是12.5% 如果你是属于民生相关产业 或者食品 集中市场 量饭店 超市 其实都不受影响的 就连幼稚园 大学 或者教育团体都是动涨的 也是动涨 所以如果你的房东跟你讲说 最近调涨店价 所以我们必须调涨租金 那你就知道 就可以直接反驳它了 读书是让我们了解 谁在胡说八道 如果你可以跟你讲说 要调涨幼稚园学费的话 你就了解了 在胡说八道 所以基本上 我们第一个观察的重点 是针对获利的影响 到底有多大 如果我们具体观察 针对影响最大的 主要还是属于钢铁业 钢铁是属于用电大户 整体获利影响幅度 是高达11% 一成以上 即便我们都很清楚 这几年传产都在大量的做 绿能转型 但这11% 还是一个巨大冲击 那你也观察到 你就可以观察到 为什么台塑四保 中钢 这几年老实说 都受到非常明显的冲击 第一是中国的产能过升 第二个就是 的确 随着用电费用的调升 基本上台湾在这些传产业 它会逐步的离开台湾 这是难以避免的 因为获利被侵蚀 没错 那为什么 因为有些人 他需要用更多的电 而且他能够创造更高的单价 那像军工航太的部分 获利也会影响到7% 那这个水泥的部分 获利大概是4% 那值得观察的几个要件 是我们观察到 像半导体的部分 平均来看像台积电 大概会影响 0.4到0.5个百分点 那虽然看起来 好像不是很多 相对于钢铁 相对于水泥 可是问题在于 过往我们看台积电 财报财测的时候 往往高个1% 高个0.5% 就不得了了 对不对 市场的预期 就会造成价格的显著波动 那好在是 现在普遍来看 至少整体台湾半导体产业 因为拥有技术领先 所以基本上能够 成功的转嫁出去 那另外一个影响到 在科技业比较大的 很有可能是面板 面板预估影响获利 大概会来到9% 那我们都很清楚 在过去两年 不只是记忆体 面板其实谷底 都已经看到 但它有可能会造成的就是 由于用电费用的调升 可能在复苏的过程当中 稍微有一点吃力 其他像是载版记忆体 封测场都会有适度的影响 那我们首先要观察到 台电这一次上涨 最初始的原因是什么 当然就是希望 它能够损业两平 台电已经亏太久了 我们举例来说 在2022年 当时整体台电的 售电成本是3.9块 在2023年是4.1块 但是按照当时的成本上行 22年到23年 能源价格充太快了 所以其实上行的幅度 比想象中 基准电价上行幅度还要来得快 当时在22年23年 你看成本价分别是3.9和4.1 但是基准电价是多少 是2.4块和3.1块 所以换句话说 基本上过去两年 它每多卖一度电 台电就多亏损 所以今年好不容易 你看到售电成本降下来了 因为今年能源资产价格 原油价格在跌 现在来到3.6块 可是现在的基准电价是多少 3.45块 所以今年即便调涨的电价 它只能够把损益 尽可能的缩载 让亏损幅度稍微缩少一点 还没有办法完全损益两平 今年一定还是亏损的 所以无法避免 如果我们细看待台电 历年的损益 基本上这几年已经越来越好 在2022年是亏了2600亿 23年亏了1985亿 今年在经历了几次的电价调升以后 预估会亏到1850亿 所以明年就要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能够损益两平 从总通膨数据来看 这几年好像台湾的通膨 比日本低了一点点 比美国低了一点点 比欧洲市场低了一点点 但问题在于 由于长期你把电力价格 压在这样的位阶 薪资就无法跟着上涨 你薪资无法上涨 人家美国薪资也涨了 日本薪资也涨了 最后就变成 虽然你总通膨没升高 可是你的购买力正在减弱 美国人来台湾旅游 日本人来台湾旅游 反而可以购买更多的购买力 所以这个是形成 比较大的一个冲击 虽然这个店家要涨 不过我们看到 包括台积电在内这些科技 他们还是持续在扩散 那么所以 这个也带动了一个商办的需求 所以商办是不会受到 这一次央行打炒房的影响吗 没错 如果我们观察 其实在三季度 你不要讲说央行理监视会议 央行理监视会议之前 量就在说了 因为银行就已经在现代了 可是我们都很清楚 现在很多科技业手上 一堆现金 这个去年的获利这么亮丽 正在大量的购买土地和厂办 所以如果根据 新义全球资产公司 最新发布的数据 在今年三季度 上市贵法人 现在就是以公告的 上市贵法人的 商用不动产的交易额 已经突破了600亿 600亿是什么样的一个位阶 去年也不过就229亿 对不对 然后到今年一季度423亿 去年四季度501亿 674亿是什么样的位阶 历史新高 就是我们居然在 这几年央行 大家知道一直在升准 一直在升息 市场上一直在打草房 然后今年房贷 甚至还限缩了 在下半年 结果土地交易 以及商用不动产的交易额 反而创下时高 这说明什么事情 仔细观察细项 你会发现 现在在交易的 都已经不是过去 我们看到的 金融保险公司了 以前都是听 星光金又买了哪一栋商办 国泰金又买了哪一栋商办 现在买的 全部都是科技大厂 换句话说 这些科技大厂 它购买地的用途 就是要建厂房 就是要准备生产 那基本上用电量 就会居高不下 所以为什么工业用电 要赶快调升 因为如果按照 台湾的工业用电 平均大概每度电 也不过售价 三块多而已 韩国的部分来到四块 法国的部分七块 日本的部分六块 英国的部分 已经来到九块了 说明什么事情 就是说台湾的确 过去几年 它是靠很大程度 用电成本的低廉 来维持自己的竞争力 现在你真的已经有了 技术的领先了 那你的用电成本转嫁上去 又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 第一 工业用电的上行 这次似乎没有受到 工种的阻拦 就是商业界 科技业 似乎没有因为 你调涨工业用电 而有非常多的抱怨 反而大家是支持的 试作的调涨是OK的 现在更大的问题是什么 那到底有没有那么多电 为什么 因为真的厂房正在建 土地都已经买好了 事实上我们过去讲到 台湾最大的问题 用电量或者说 发电量目前还算是稳电 最重要的是被转容量率 被转容量率 过往来看 只要超过10个percent 供电就是充裕的状态 可是我们看到 在过去两年 差不多都是属于小于6percent 我们算是供电警戒 就是它也不容易缺电 可是容易遇到 相对紧张的时候 在景气线的边缘 对 可是现在的问题在于 由于这几年 景气上行速度太快了 我们今年上半年 也不过看到 AI上游端在复苏 下半年终于看到 终端市场在复苏 所以现在普遍的预期是 2025年将迎来全面复苏 就是各大厂区 能建厂房的建厂房 能出货的出货 这个时候 反而就形成了 比较大的gap 所以这个是值得 大家所观察的重点 现在缺不缺电 如果仔细讲的话 现在是不缺的 可是我们讲的是明年 我们讲的是后年 尤其我们看到 外商投资台湾 不管是桃园 新竹 台中 或者南部地区 用电量在短期内 都有非常急速的激增 这样的一个状态 都会影响到 接下来是否会有电的问题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看 美国在一波降起 结果债券却是不涨反跌 接下来到底该怎么观察 我们稍后来了解